郭文貴議員 報告主席請鄧部長 部長 請原委會蔡主委 蔡主委 再請台電的黃董事長 黃董事長 六元你好 三位好 本席的選區啊 跟三座核電廠有關 核四在本席選區共僚 臨近地區是雙溪 核二是在本席選區萬里 臨近地區是金山 核一廠是在本席選區金山的隔壁石門 我所有的選民 包括了汐止 瑞芳 平溪也都在內 大家對於核電廠 對他們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恐懼 所以本席反映他們的心聲啊 有幾點的主張 我先說明再請教各位 第一個就是核四場啊 就是任何情況不要再啟用 第二個核一核二核三廠的核廢 核一核二核三廠不得研議 第三點是核廢料 送出國以後不要再運回台灣 第四點 政府要積極發展替代能源 在安全方面 我請教 在最近啊 核一廠在稅修的時候 又發生了燃料棒的金屬把守脫落的事件 更加強了民眾對核電的恐懼 這個事件現在發展如何 怎麼處理 請答覆一下 那個報委員 我可不可以容許 請那個我們那個陳副總啊 他是管核電的 好 請陳副總 報告李委員 有關於這個把守送脫的這個事件 第一 它跟核安全 核燃料這一邊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它只是把守而已 那這個把守呢 是我們在調運燃料的時候 需要經過 需要去做一個 調運的這個一個機構 第二 這個噪音 我們現在已經查清楚了 那我們知道這個是廠商 阿里巴公司 它在這個車這個裸孔的時候 有一個瑕疵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已經找到原因 並且有措施 防止它不會再發生 我們看到的報導 我個人更沒有看到我們有關單位 做像你今天講的說明 而這種安全事故 也不斷地在發生 所以民眾怕得要死 有這種生命財產的恐懼 核廢料的問題 請問現在要運出國外去處理 招標的情況怎麼樣 答覆一下 報告委員 目前正在公告當中 公告的時間到4月 今年的4月8號為止 4月9號會造程序的話 是要進行決標的工作 是叫做國際標嗎 是的 是國際標 國際標是不是一家投標就可以了 沒有 第一次的這個開標 還是需要三家以上的來投標 如果沒有三家以上來投標的話 那麼還要再做第二次的這個公告 經費預算從哪裡出 經費是由我們的核後端基金來支出 這個基金是這些燃料在發電的時候 就是這些燃料在使用的時候 因為發電我們就有使用者 使用者當時就要付費 所以當時就抽了 每一度電抽0.17元 到目前這個基金 目前為止是2430億 那我們這個基金的使用 就是要用在這個核廢料的處理上面 有人質疑 核廢料長途的運送出國 它是有危險的 這一點怎麼答覆 是的 它有一定的風險 那麼它這個風險 也要有相應的安全措施 在過去幾十年當中 日本的核燃料 就不斷的運到法國 去做同樣的再處理 那麼他們的這個技術 是相當的成熟 將來處理完了 是不是還要運回台灣 是的 為什麼一定要運回台灣 不能夠交給處理的公司 國外處理嗎 是的 在國際法律上面 有一些就是我們的這個 拿出來的這個不跟釉 我們可以是在市場上面處理掉的 在我們這一次招標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規定是得標的廠商 他就必須要承受這一部分 用不再運回來 整個的核廢料交給國外處理 能不能都不再運回來 還有一部分 這部分違反我們各國的法律 就是核燃料的部分 可以再燒的部分 它可以拿走 但是剩下來小部分 18%的這個體積的部分 要運回國內 請問拿回來以後 將它放在哪裡 是我們有一個計畫 就是在做這部分的儲存 我們會放在無人島 或者無人島上面 我們現在已經有儲存的這個目的地 正在做詳細的規劃 是叫做最終處置場嗎 我們先做一個集中處置 然後再做最終處置 都在同一個地點 你在台灣能找得到地方嗎 在台灣本島 在台灣本島是找不到這個地方的 所以你講的 我們是在無人島 或者是準無人島上面 台灣附近的無人島 是的 來儲存這些核廢料 是的 這個 外面有這個質疑 我請你們答覆一下 認為現在 在我們的台電經濟部也好 跟這個外國的Ariva 我們翻成阿海法公司法國的 已經內定它了 所以說我們黃董市長 也率團去考察 也談了細節 還有阿海法在台灣的公司負責人 也跟著去 根本是內定 甚至怕將來量身定住 所以說 就給阿海法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事 請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那個國經協會 它全世界各國都會找民間業者當負責人 我是負責台法之間的 所以 並沒有 我去法國 並不是為了這個Ariva這家公司 是 為了雙方 這個民間經濟合作 是在那邊開會的 那Ariva這家公司 我們全世界要找 再處理公司的機會不大 因為這個要符合台美民間的核能協議 又要符合非常多國際上的很多規範 所以我們這一次公開招標 沒有指定Ariva 不過能夠來投標的廠商的確不多 也就是可能只有Ariva 對不對 最後可能 只有阿海法對不對 最後的可能就是看這個招標的結果 還有一個質疑 也請董事長答覆一下 說是這個我們和一場這一次的燃料棒金屬把守的鬆托事件 它也是阿海法公司所提供的 這是燃料 所以我們要向它求償 向一個求償這個公司 我們又要將來接受它來得標 是不是有矛盾 請答覆 一碼歸一碼 我想當初在和一場燃料得標是Ariva 這是就和一場的燃料部分 那這個部分出的問題 這是一件事 那再處理 Ariva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它也是完全不同的部門在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對處理這個事情是切割的 一碼歸一碼來處理 剛剛講我問到 要運到國外去處理 錢從哪裡來 那答案你們給的是從核後端基金 核後端基金 在立法院的審查 二三讀都還沒有經過 也沒有通過 最快也要到可能年終的時候 那你這個已經要開始進行招標了 有沒有違反我們的預算程序 可以這樣子做嗎 對立法院還沒有通過的預算 就去動之了 請答覆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整個招標的程序 就算招標決定Ariva之後 政府跟 比方說是Ariva的話 還要跟法國政府有非常多的這個 屬於官方級 還有國際間有關這個核子保安的事情 很多事情要去談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招標 確定一個主辦的廠商跟主辦國家之後 後面還有很長的事情要做 所以當初 因為這個時間要很長 所以我們報行政院同意 來先進行這個採購作業 是這樣的關係 今天我們等一下 各位也會看到 我們經濟委員會會有一個提案 就是尊重立法院的預算程序 這個核後端基金 我們還沒有審查結束 再請教 核市場說是封存了 因為是本席的選區 在地的鄉親很清楚告訴我 每天還有將近一千人進出在裡面 既然停工了這一千多人在裡面 還在進行什麼工程 能不能讓本席知道一下 是 我們這個原來有兩千人 左右現在大概一千人 整個核市場大概在今年的一個時候 大概會降到六百多人 所以人是一直在分散出去 到其他的工程地方跟其他的核電廠 那核市場的這個封存期間 有很多機組也是要有一點在 等於是在運轉中 有些是要拆下來保存的 所以很多同仁還是在現場 還是要進行很多這個 就像車子擺在那邊 你不開的話 你久久你還是要動它一下 或者要讓它運轉一下之類的事情 所以只留最少的人 在管理在現場的所有設備 那完全是完全是跟這個 不會跟輻射有任何關係的 本席再一次重複 本席選區選民的心聲 了解 三座核電廠跟我的選區有關 第一個就是核市場不得啟用 在任何情況下 第二點 核一二三場不得研議 第四個 核廢料運出國後 盡量爭取不要再運回台灣 第四點 積極發展替代能源 請各位做一個嚴肅的參考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廖鄭警衛 主席我想請部長 還有黃董事長 還有主席處 還有圓能會 主席處 圓能會 廖遠好 我還沒有開始怎麼 就時間計算了 重甩 開始了沒有 好 開始 部長 今天我看你們各單位的報告以後 我覺得從預算法 從採購法 都有很大的瑕疵 你認不認同 我想這個包委員 我們當然覺得這個都符合預算法 第88條的規定的一個程序在進行 好 那我現在就跟你探討 88條的規定是怎麼規定 我們企業經營發生重大的變遷 或正常業務的確實需要 那我請教你 我們這一次的預算 是屬於政府的會計的預算 還是營業基金的預算 還是特別預算 他是從那個基金 從那個核後端發展基金裡面 就營業基金嘛 對不對 是 營業基金當然是要配合業務上的需要 是不是 非營運基金 對不對 好 再過來 我再去問你一下 你這裡面有講到一個重點 你都沒有解釋清楚 你說到105年5月份 如果這個儲存的東西沒有運走的話 就會影響正常的運動 就要關閉了 是不是 我看你們的報告是這樣寫 是 他會有這個危險 有這個危險 但是我們看不出來你有利的證據 你這裡面就是講說到105年5月 如果不處理的話 會停止運轉 這裡面沒有一個說服力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5月份如果不能啟動 等於是再大休不能啟動的話 那就是表示這個基仔在夏天的時候不能發電 這個對北部供電就造成一個風險 不是 所以 我都同意你的看法 但是你不要給人家狼來了 你要資料 你今天提出來的資料要很完整的 說明我現在儲存的容量是多少 現在已經達到多少了 我這樣計算到民國105年的5月 我就沒有辦法 你要說清楚講明白嗎 這一次一號機上來之後 如果上來之後再運轉12到14個月之後 在下來大休的時候已經沒有空間退出那個燃料 所以你都沒有講 所以等於一號機在明年夏天如果不處理的話 這個是核董重大的問題 你知道嗎 我們立法院已經發現你在先行動支了 沒有經過 雖然委員會通過 但議員會沒有通過 然後你們就先行動支 當然你想說符合預算法88條的規定 但你的說服力不夠 你知道讓我同意 我剛才就講的 本來的營業基金預算本來就比較重關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 請問一下董事長或是部長 你有沒有跟王金明院長報告過 你要先這樣處理 有沒有跟我們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去溝通過 說我們因為營業上的需要 我非得去趕快招標有沒有 沒有 這個就不對 不夠尊重 我剛才所講到的 除了你的說服力不夠 我剛才所講到 你今天有點到說105年5月 但是你的資料沒有講出來 你要換算讓我們能夠說服我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的採購法又是有問題 工程會講得很清楚 雖然你們按照我們的預算法去做 但是你們要按照採購法裡面的規定 如果立法院不同意的話 你的招包文件要講清楚 也沒有講清楚 要配合修簡 也沒有講 你招包文件也沒有講 被我們工程會發現 這怎麼辦 你勢必要修改合約的 招標文件 你勢必要修改招標文件的 對不對 工程會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你招標文件要配合我們立法院的 這個規定 那個採購法的規定 是 跟我們報告 我們在採購作為程序上 其實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標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 旅約正義裡面其實是 就是說明了 這個萬一如果是 政府沒有通過這個預算 可以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所以工程會講得很清楚 你要按採購法裡面的規定 訂到招標文件裡面去 你沒有訂 再過來 延人會也打你們的臉 雖然招標文件不必送他 可是整個處理程序 你也要知會他一下 都沒有 怎麼現在政府部門變成這樣子自大呢 這個延人會都已經講出來 這報告已經講 雖然不必送他審查 但是呢 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啊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但是我看你們處理過程裡面 我剛才所講到 你承不承認有這些瑕疵 那個報偉 您如果這樣子很具體的指出來 我們看有些地方 可以再調整更正的部分 我們當然要去做 第一個 我希望你要把資料提供 來說服我們委員 我們委員才能夠支持你啊 說105年5月份 這個不處理的話 就要停止運載 那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你要講出來 第二個 這招標文件你勢必要修改了嘛 工程會已經告訴你了 他是採購單位的主管機關啊 已經告訴你 招標文件沒有這個規定啊 沒有把這進去啊 那將來發生糾紛怎麼辦 將來發生糾紛怎麼辦 萬一立法院沒有通過 你已經招標完成了怎麼辦 所以他要規定你要加進去啊 對這個部分 我們當初是把它擺在這個 理約正義的時候 條你們再來處理 不過如果是工程會有 很明確這樣的意見的話 就必須來修改 照標文件 對嘛 部長你聽到沒有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為什麼 你們在這麼重大的事情 第一個也不知會 雖然你很急 也沒有跟經紀人 我們的趙偉 陳明文趙偉都說 你們都沒有來跟他報告啊 都不受尊重啊 最起碼院長王院長 你也要跟他報告一下啊 也沒有啊 喔這樣不行 對我們應該要加強溝通啦 對不對 這個這個 喔 那今天如果過不了怎麼辦 那部長 總統治長 今天如果過不了怎麼辦 這個包委員 這個當然是很嚴重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們還兼顧到 假如說已經五月 剛才那個黃董事長 也跟各位 也跟您報告過了 那因為五月嘛 那馬上七月就是夏季的 夏季我們必須面臨的問題了 所以這個情況當然很嚴重 我們 我是不是可以在這邊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大概這情況是比較緊急一點 能不能這一次啊 就容許我們這樣子處理 而後啊 我們當然一定要尋這個 尋更嚴謹的那個預算程序來辦理 不知道這樣子是不是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呢 我跟你講啦 我從事財政已經相當長的時間 對預算法我也比你們清楚 對不對 你們有業務上的需要 我們當然支持 但是基本的尊重都沒有嘛 這是第一個 對不對 基本的 你剛才要我同意你們 我剛才所講到的 你的理由都沒有辦法說服我嘛 對不對 你一定要講說我沒有辦法 我到105年五月我不處理不行了 我沒有時間 我從哪邊開始算過來 我必須要在什麼時候招標完成 人家還要去送資料審核 對不對 國際傳約什麼東西 都要符合的規定 他必須要有作業的時間 所以我這樣推算過來 我在哪一個時間要招標 你要把這個東西說得清清楚楚都沒有 是 它這個是兩件事情 一個當然就是您說的 剛才提到的這個 因為它實際有一個緊急性 第二個問題就是核廢料的問題 一定是我們這個社會一起要來面對 那它是一個事半性的 它是小規模來處理 假如說這個 還有 我們也有委員在質疑你們 是不是 因為要把這個廢核料運出去以後 要延長核一核二廠的一個具體的理由 是不是這樣 包委員 這個是兩件事 這個倒是完全是兩件事情 所以要講清楚 是 我們這邊也提到 在我那個報告裡面也說 這跟研議無關 研議有其他的條件 研議要做研議的考慮 但是並不是說 把核廢料處理的 就代表要研議 我這邊跟您報告一下 它是兩件事情 部長 我現在以我財務的觀點 我非常非常憂心的一件事情 我對核四 鐵建不建或是封存 我沒有具體的意見 我對財務比較有意見 那請問你一下 核四我們現在在台電裡面 它的資產方面是怎麼列 這個因為現在進入封存階段 所以也沒有理由 證明說它將來不運轉 也沒有理由證明說它怎樣 所以二八三八一的那個 經費是掛在那邊 好 掛在那邊 萬一一直拖下去 到最後沒有通過了以後 怎麼辦 照現在IFRS的制度 如果明確確定那個廠市 不能用的話 二八三八一立即就變成 負債就是台電大概就破產 好 部長你聽到沒有 核四我們可以講 以現在的社會氛圍是不可能運轉的 不可能運轉的話 核四就不能列到固定資產 不能列到固定資產的話 台電就是淨值就是負了 現在淨值是多少 董事長 現在累積虧損大概1935 1935再加上二 再加上2838 就超過3300億的資本 部長 你是公司法的負責人 那就是破產 比高鐵還嚴重 怎麼辦 是 我講 因為它現在是封存的狀態 那我想 總有一天會來臨 對 我們整個 是 是 這個總是 你最後總是要做決定 這個都是決定的考慮因素 是不是 在我們決定要到底是起封 還是繼續封存下去 那個時候 我想那個時候 不管是透過公投 透過哪一個方式 那時候的部長不是你的 董事長不是你們 但是這個東西 我給你一個比高鐵還嚴重 經濟部台電公司有破產的話 全國沒有電 這很嚴重的事情 國際信譽整個都完蛋了 所以你們要具體的 趕快提出因應的措施出來 以現在氛圍是不可能 或是不可能去運產 但是這財務一定會發生破產 這破產怎麼辦 你們要趕快去規劃 我下一次有機會 再跟你這個問題好好探討一下 因為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主席自己諮詢很長的時間 我們直選一下他就站起來 站起來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好 請實證行委員